往大碗里面先倒入三个鸡蛋 然后将鸡蛋搅散 多搅一会儿这样口感会更好 然后加入酸奶300克 加入白糖30克 加入玉米淀粉25克 然后将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然后再准备小包奥利奥 对半分开 放进马分杯的模具里面夹心槽上 然后咬进鸡蛋酸奶糊 缓缓地倒进去 这个量刚好煮酒杯 然后再将底下的奥利奥饼干轻轻地往下压一压 这样可以给它排排气 以免在烤的过程中鼓起来 180度烤18分钟 烤好之后就是这样的摸起来非常非常的软 用勺子在边缘轻轻地压一压 然后倒扣过来 然后再将模具轻轻地挤压一下 这样就很方便脱模了 这样我们的奥利奥烤酸奶就做好了 颜值非常的高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舀一口香甜绵软 浓浓的奥利奥的香味 夹杂着鸡蛋牛奶的香味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米一口在齿边融化 真的是太美味了 感兴趣的朋友也赶紧地试一下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请点个赞关注一下 我是阿鱼 拜拜